现在要介绍这个怀骨人 这个怀骨人修建差不多七八十年而已 那是芝山岩飞机工 他过去几次的修建 把一些不要用的 废弃的一些食材 或是一些建材 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这里还有一些家庆连间 跟大政连间的一些食材 最重要里面有两个碑 是1849年所捐科的芝山和叶碑剧 那当然里面有讲 1805年大家就有口头上的默契 因为常常发生纠纷 所以就用石头把它捐科起来 作为凭剧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 这个1849年所捐科的芝山和叶碑剧 好 这是1849年所捐科的 因为什么 芝山岩这座山是黄山家属他们所有的 后来他们舍山献地以后 因为那时候没有造纸不发达 所以大家就口头上讲 说他要把这一块地把它献出来 以前的时代就是清朝他们来墾荒的时候 环节没人放 围团都你放 那时候就是占地为王的意思 所以后来他就把水酸捐出来 要盖灰机构 那当然他们的后代常常发生纠纷 然后又把它铲除一些树林 所以产生了纠纷 后来就把它捐科 捐科这个碑 那追溯到1805年 那这一块是1849年 他所捐科的 这赤山岩这个汇姬公碑制 这也是汇姬公他的建庙的过程 他建庙的过程 还有淡水酮丝 他们里面的那个给他 就是给他那个奉事 祭祀的那个整个里面都有记载 对 以前淡水酮丝 这一座碑也是 都1825年左右所捐科的 那现在都涨满青苔了 对 表示他是年代很久 真的 老师那这边还有很多 这个也是碑吗 这里都碑 像这个是嘉庆年间的 这是大正年间 哇 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么多碑啊 这是1932年 1932年大正年间所捐科的 那这里有写潘光凯 潘光凯是以前士林街的街长 因为6000本来是成立士林庄 6000个人以上才能提升为街 所以他是第一任的士林街的街长 士林的街长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繁荣起来的 人口变多了 然后就有街长了 他也是刚才讲的潘永庆的后代 他们的家族的后代 这边也有一些是嘉庆年间的 那这个也有一些是嘉庆年间的 嘉庆年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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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地方是也是 讲海谷园真的是 灵死骑 骑死啦 是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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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都很整齐的 就都站在这边这样子拍拍站 对 这样营造 那这里有一个 刚才讲过 资山园这个地方 是一个 考古地址的地方 所以这里都一些贝壳化石 资山园 呃 那个 汇机工管理委员会 就把它 把它树立在这个地方 那是 这是化石吗 那个都是化石 蛤 贝壳化石 那个是贝壳化石 对对 你可以把它造起来 看清楚一点 那就是贝壳化石 对 哦 这是从什么时候留下来的 这是从什么时候留下来的 惠记工 经过几次的修建 把它建起来进制庭 那现在还在用 因为我们这里有文昌阁 那一些考生 像现在已经要考试了 他们就要来这边求 就文昌帝君 求他能够金房提名 那他们的准考证以后 考上以后准考证 全部都在这边烧 要烧掉 烧掉 对对 尊敬啊 文昌帝君才能感应 感应 可是考上以后准考证 拿来这里烧掉 对对对对 不能留作记 这是烧准考证的 准考证 对对 这里只能烧准考证 那其实这个 这个 静字庭是以前的人 对文字造纸不发达 对文字很尊敬的 是 所以不能乱烧 啊 这个是一个静字庭 下面是烧 上面是它的神位 我们苍结的神位 就这样 所以这里不是烧金子的 是烧只烧准考证 准考证的 哈哈哈哈